大月嗨 原来我也会角色扮演系列 今天来到了 扑义宫 扑义宫或许有些人在 自己习惯使用的叫做什么 朋友宫啊 扑义宫啊 那他们指的其实是一样的事情 那么我们在看这个斗树的命盘 有此一说 这个看兄弟宫 因为你知道兄弟宫跟扑义宫呢 那是在一纸线上面 所以兄弟宫它会有一点像是那一种 你天生带来的 因为会出现在兄弟宫就是你妈妈嘛 或者是跟你同性别的兄弟姐妹 我的亲人 所以出现在兄弟宫上面的状况呢 会像是你天生带来的 可以帮助你的好帮手的部分 那么当出现在扑义宫上面的 它就会比较像是我后天挑选 我后天自己怎么样子的选择 那么针对在本命盘上的扑义宫呢 它会指的是什么 比如说刚刚有说的兄弟宫叫做我同性别的兄弟姐妹 那么通常会出现在这里的一定就是异性别的兄弟姐妹 以大岳老师我来说我是女性 所以如果我有姐姐跟妹妹 我是出现在兄弟宫 那么我的哥哥或是弟弟就出现在扑义宫 这个是同性别跟异性别的区分 那么另外呢 我的所有的汤兄弟姐妹 表兄弟姐妹 所有其他的朋友亲戚同学 大概是同辈分的像这样子的朋友 所有全部通通就归纳到扑义宫上面去 这一些人 那么也当然因为我要交朋友嘛 所以在扑义宫呢 也会看出我是怎么样对外的对待的部分 那么也许同学会觉得说 那迁移宫也是我对外的展现啊 扑义宫好像也是我对外的展现啊 但其实他们有一些些的差别 毕竟在迁移宫是我要让人家看到 我是什么样子的人展现的是我自己 但在扑义宫呢 就不要看兄弟姐妹好了 那么我们再看朋友 他其实涵盖的是跟人相关的事情 我会有什么样子的态度跟价值观 去挑选或去选择 我想要交什么样子的朋友 当然因为我们天生有这样子的想法 那么在后天 我在实际上运线盘 在交朋友的时候会不会被影响 当然会 因为刚一直有提到 在运线盘上面才会产生现象一样的 我出生的时候不会带朋友来 所以我一定是长大之后 我在运线的状况底下 我要去找朋友 我要去交朋友 当下的扑义宫会影响我之外 其实我本来的个性态度价值 也会去影响我想要挑选什么样子的朋友 今天就要来帮大家介绍 对于交朋友的这件事情 当我们的扑义宫出现了什么新药的时候 我会有什么样子的交朋友态度 第一个 紫微星 紫微星这是一个很尊贵的新药 一个高高在上的新药 所以当我在交朋友 我在找朋友 或是别人想来跟我交朋友的时候 我首先会去注意到 这个人的身份地位是不是OK 如果这个人的能力好像不是太好 这个地位好像不OK 是比我还差 那么天生股子里的特性会出来 那个不OK的人拜托不要来 我只想认识这个层次的人 很容易会展现出这样子的个性特质 第二个叫天辅心 务实的天辅心 这是一个运筹帷幄的一个新药 当天辅心出现在你的不义宫的时候 那么它在择有的条件上面 相对的会很务实 像这一个有点像是王爷的 这样子特性的新药 它本来在跟人家应对进退的时候 它自己心里面就有数了 一样的当他在交朋友的时候 他不至于说来者不去 但是他会帮所有的朋友 他会好好归类好 这一个朋友今天我要跟他熟视 他对我而言是不是有相对应的 可以让我得到实质的帮助 或者是可以让我学习到什么东西 或者是大家可以互惠 是不是非常的务实呢 第三个天机心 这一个聪明逻辑 好的信仰 当然聪明的人就喜欢 跟聪明的人交朋友 总不好我在跟你说什么 你都是黑人问 听不懂 对于天机在福利宫的人来说 他们可能会有一些受不了 当然我喜欢的一定是跟我同类的 至少我们交流 要能够好好的沟通 但是也因为天机心 它有一个变化的状况情形 所以对于天机在福利宫的人而言 他的朋友圈 或许不会一直维持在 在同个圈圈里 它会有不同的朋友圈产生 因为他不喜欢一成不变 下一个天良心 成熟稳重的一个心要 当然我在交朋友的时候 我一定会喜欢像这样子成熟稳重的 我对别人也是很照顾 我也希望能够找一个愿意来互相付出 愿意互相照顾的朋友 天同心 这个天同心就只有一句话代表 叫做人人都是我朋友 天同心本来就是一个和善好相处的状况 所以当他出现在福利宫的时候 我基本上什么样子的人都可以来当我的好朋友 而且我在跟朋友之间 朋友在跟我之间相互对待的方式 也都会很贴头的状况 好啊 OK啊 什么事情都不会那么的计较 算是一个交朋友的好对象了 下一个太阳星 太阳星这是一个具备领导地位的心要 他也是需要被尊重的一个心要 所以呢 像太阳星出现在福利宫的时候 这个我教的这个朋友呢 我一定会希望 他是具有社会地位的人士 他最好是有领导能力的人哦 不过这个时候可能要小心哦 因为你知道太阳比较那个强硬一些哦 那么你在跟朋友互相对待的关系 也要好好的去拿捏那个分寸哦 下一个太阳星 这一个非常体贴心思细腻的心要 当你出现在福利宫的时候 自然而然你会想要找像这样子类型的朋友 而且呢 你也会像这样子的方式去对待朋友 那太阳星它本来就是个桃花心要嘛 所以在这个朋友互相对待的关系啊 那一种感性跟那一种好人缘的部分 通常也是满满的哦 那么这时候就要比较注意一点点哦 这样子有桃花状态的交友情形 当遇到杀季的时候啊 就会比别的心要产生更多那一种暧昧的情形哦 那么有没有可能造成让你困扰的地方呢 哦有机会哦 要注意看看这个杀季的数量多不多有 下一个七杀星 哦这个坚持自我的哦 当七杀星出现在独立宫的时候 对他们而言呢 我的交友的态度就是很果决哦 就是这样就是这个方向就是这个人 当决定之后他就会持续往前哦 他的坚持会一直持续下去 通常也会有给人家很重义气的感觉 还有那一种敢爱敢恨的程度跟态度 但是呢 一旦觉得这一个人不再是我的朋友的时候 他们要切断的速度一样是很快的哟 下一个破均心 好这个是用感觉跟梦想 在创造自己人生的一个信仰 当他放在福利宫的时候 对于交朋友的这件事情哦 一样是凭感觉 我感觉对了 这个就会是我的好朋友哦 一样是对于交朋友的这件事情 有很多的想法跟梦想呢 下一个贪狼心 这个也是桃花心 而且是欲望之心 所以呢 当贪狼心出现在仆义宫的时候 他们其实还蛮重视交朋友的这件事情哦 一样是三教九流各类型的朋友 我都希望能够结交得上哦 认识多一些的人 满足我各式各样不同的想法跟欲望哦 下一个聚门心 这个内心有着很强烈不安全感的聚门心 当他放在仆义宫的时候 其实一样的哦 他们对于交朋友的这件事情啊 他们一样存在着那个不安全感 只是说呢 那一种朋友之间的交流 跟那一种亲人或是感情之间的交流 毕竟是不太一样的程度哦 所以呢 像聚门放在不义宫的朋友呢 在对于交朋友的这件事情上面呢 他们会稍微比较愿意去展现自己的状态 但是呢一旦展现自己的状态之后呢 又很容易产生这一种让朋友误会他的情形哦 因为你知道聚门嘛 通常那个好好的说话 如果有好好说话 基本上跟朋友之间的沟通都还不错 但就怕遇到了很多的杀技哦 这个很自我的时候呢 明明存好心却说错话 惹怒了朋友哦 所以呢 对于聚门心在不义宫的人来说呢 其实还是要注意看看整体的状况哦 不然呢 交朋友这件事情 对他们来说真是有爱有恨啊 下一个 联真心 啊 这一个 这一个人厉害的social心腰哦 这个对于联真心在不义宫的人来说呢 朋友圈 自然而然就会是我展现我的魅力的地方哦 那么 就会让你的朋友对你也会有那一种又爱又恨的感觉 那么爱 爱什么呢 因为你的交际哦 你的你的人际网络是很庞大的哦 联真他本来就是一个具有很大磁场的心腰 自然而然他也是可以吸引各路人嘛哦 可以结交各式各样的朋友 所以呢 如果你想要拓展你的人际关系 你想要多认识一些人 除了找那个贪囊之外 联真他也不要忽略他哦 他也会有庞大的人际关系网络 那么让人恨的地方 一样会有这个状况哦 联真心当遇到撒迹的时候 这个的确还是比较容易有出trouble 会有一些些令人伤心的麻烦或问题产生哦 那么在补义宫那就是人朋友之间也比较容易有出问题的事情 比较容易有出问题的状况哦 下一个天象星哦 我们知道天象他也是属于一个人际相关的一个星药 所以当他放在补义宫的时候自然而来他就可以完全产现自己人际方面的常才哦 在这个状况底下呢 他的人缘 他的人际关系 一定可以掌控的很好 那么一样的 这一颗星药特别的怕撒迹 只要没有太奇怪的状况底下 那么一切都会很正常 而且表现的很好 人人之间的互相相处对应的关系也都很不错 当然也会想要认识像这类型的朋友哦 就怕遇到的撒迹总是会歪掉哦 这时候可能就要小心这个人跟人之间那种常常有约好的事情 却没有去做到的这样子的违反约定的这种情形哦 最后一颗叫做五曲星哦 有没有听过情何一彼精尖哦 对五曲星对于这颗星药来说呢 如果你是我的好朋友哦 当然我就会对你花钱很大方哦 这个是五曲星在浦艺宫一个很基本的含义 当然啦 你知道五曲它是一个很务实的一颗星药 所以当他们在挑选 他们喜欢交往结交认识的朋友 自然而然他们也会希望这个朋友的对象 至少你要务实的哦 你是愿意一步一脚印的去做事 你有这样个性态度的人吗 所以这样子好的朋友 他需要我当然要赞助他 对不对 所以当五曲星出现在浦艺宫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我们还要注意一下哦 如果他还不小心化磕了哦 这个一定要好好的把他拿来当做是好朋友的对待 为什么呢 他对你绝对会非常大方的哟 以上就是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 当这一些楚星出现在浦艺宫的时候 我们会有什么样子的择柔态度哦 本命盘要告诉大家的是我天生具有这样的特质 我喜欢我想要结交这样子的朋友哦 当然刚刚还有提到譬如说我的远房亲戚 有没有表堂兄弟姐妹 我在看他们是什么样子的状态 就会是在浦艺宫上面的主星所呈现的样子哦 一样的实际上呢我要在交朋友找朋友 这一个部分的呈现呢 主要还是要看你的运线盘怎么样的在转 然后你的运线盘上面出现的 哦就比较能够代表说 我这十年特别喜欢结交什么样子的朋友 我今年都出现了什么样子的朋友 哦要记得哦 不会有人天生带朋友出来哦 像交朋友的这件事情呢 他还是都会出现在运线盘上面实际发生的情形 要记得参考运线盘哦